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设计也有可能一些观点和你的想法不一样 那么欢迎你给我留言评论私信 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具体的问题 也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给所有的新手小白一点帮助 我们为什么要注重钱币的收纳呢 如果一枚钱币没有被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保管的话 那么会影响到它的品项 而品项决定了它的价值 那么想要知道如何正确保管一枚钱币 那你必须要知道钱币究竟怕什么 根据猫眼这么多年的收藏经验呢 总体来说是分为两个方面的 第一个方面就是物理伤害 物理伤害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啪的一下把一个币扔到了地上 或者是说非常粗糙的这种布料 反复的在钱币的表面进行摩擦 这些造成的磕碰也好呀 摩擦也好呀 都是属于物理伤害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化学伤害 说到底钱币呢是一种金属 是金属就会和其他的物质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那么这些又分为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和空气进行化学反应 第二个呢就是和直接接触钱币的收纳材料 进行化学反应 所以说收纳材料的选择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这两方面哪一方面是更需要小心的呢 这么说吧 根据猫眼多年的经验来看 60%到70%受到损害的钱币 受到的都是物理伤害 而剩下的那30%到40%受到化学伤害的钱币呢 有一大半的钱币的损伤是可逆的 但是物理伤害是没有办法修复的 所以收纳钱币的重中之重 就是要去避免受到物理伤害 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裸皮收纳吧 第一种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收纳工具呢 是纸袋 纸袋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看起来像一个信封一样 也像一个小口袋 你可以把壁放在这里面 然后给它叠起来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收纳 也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你需要写的备注 这种呢 收纳方式呢是比较常见的 也是比较传统的 它的材料也不是很贵 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一种收纳工具 但是猫眼想要说的是 这个纸袋收纳也会有一些弊端 比如说刚才我们强调了物理伤害 其实是我们在收纳钱币中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嘛 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没有什么抗摔的缓冲性的 如果说一个钱币放在这里掉的地上 其实没有什么缓冲力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保护 同时呢如果说多个钱币用纸袋装好了之后放在一起 它们也没有办法去避免互相之间的 会有一些摩擦也好呀碰撞也好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纸这种材质 还是有一定的颗粒性的 也是比较粗糙的 那你长期的把这个钱币裸币放在这里 无可避免你拿起放下 或者是你搬运的时候 移动的时候 它会这样上下的晃动 这样上下的窜动 那你无可避免就会产生一些摩擦 这些摩擦对于钱币来说也是物理伤害嘛 所以说纸袋这个收纳方式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二种收纳方式呢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就是指甲 给大家一个特写 指甲是长这个样子的 可以看到吗 其实你买回来的时候呢 它是这种类似于这样的 摊开的这种形状 然后你把臂放到这个中间 然后合起来 然后拿钉树钉在四周给钉上 它是这样的一个收纳原理 指甲这种钱币收纳方式呢 其实我不太喜欢 第一种我觉得 它不太好看 然后呢第二个呢 是因为你看它的四边 都拿钉树钉钉起来了 钱币就封在里面了 你想拿出来也是挺不容易的 第三点呢 就是它中间这个材料啊 是一种为了更好的 让这个中间的塑料 去贴合这个钱币 它使用了一种比较软的塑料 越软的塑料呢 里面的PVC含量越高 PVC这个物质呢 怎么说呢 它其实如果你长期储存 用这种材料的话 它会在钱币的表面产生残留 这个残留会导致钱币的表面发绿 发粘 虽然说这个东西 你其实是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 进行清洗的 但无论如何 也算是一种对于钱币品相的损害吧 所以说我不是很喜欢 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说了嘛 你这个四角都已经被钉起来了 其实是很难拿出来的 那你想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无非只有两种方法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第一种方法呢 你就是沿着这个缝隙 拿小刀切给它抠出来嘛 那你切的时候 如果你的手滑 你的刀其实很容易滑到壁 这是一个风险 第二种就是你从中间这样给它掰开 然后你掰开之后 其实很明显的 这里有一些障碍五爪立起来的这个钉树钉 当你把壁往外掏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就是这个钉树钉划到壁 所以说这个方式呢 第一不太好看 第二是有一定的风险 第三是不是一长期保存 所以我不太喜欢这种收纳方式 第三种收纳工具呢 就是这种塑料圈 给大家也看一下 它呢是用这种硬塑料作为外壁 然后里面会有这种一圈海绵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作用 无论是抗摔也好呀 还是整个材料的采用嘛 这个塑料圈是比较相对 比较安全的一种收纳方式 但是猫眼看来呢 其实我对这种收纳方式 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一个是我觉得这种塑料圈的 这种方式不太好看 不够好看 不够精致 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 就是特别小的壁 放在这种塑料圈里的时候 周围的海绵是特别大 特别厚的 就是显得特别的笨重 第二个呢 就是它是个圆形的东西嘛 就是无论是 比如说你假如说是这种方形的 这种盒子也好 还是其他的一些收纳的盒子也好 你这个圆形的东西 你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放它 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 所以虽然说这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好的一种收纳方式了 对于我来说呢 这不是最优的选择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 第四种钱笔收纳工具 就是这种臂夹 臂夹呢 可以说是欧美钱笔收藏圈子中最流行 也是最方便的一种钱笔收纳工具了 给大家看一下 它大概是长成这样子的 就是一片塑料 然后呢 你可以折一下 两边有两片 然后你可以把钱笔放进去 两边都可以放钱笔 也可以呢 像这枚钱笔这样子的 就是一边是放钱笔的 一边你可以放一个卡片 卡片上可以写一些描述也好 或者什么的信息也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 这种币夹呢 它有不同的尺寸可以供你选择 也有不同的材料供你选择 既然是塑料嘛 塑料有比较软的这种 也有这种比较稍微硬一点的这种 那刚才毛远说过 软塑料里面含有的PVC是比较多的 那么它长期用这种软塑料去储存钱笔呢 可能会导致PVC残留 也算是对钱笔品项的某种伤害吧 所以说呢 在选择币夹的时候 毛毛也会推荐你去尽量选这种 比较硬的材质的硬塑料材质的这种币夹 同时呢 如果说你不确定是说 这个材质是否真的完全没有PVC的这种材质呢 还有这种厂家 比如说阿巴菲义意大利的这个品牌 他们就有出这种辅助材料 这种辅助材料呢 这种塑料是完全不含PVC的 然后你可以先把币放到这里 然后再把这个币再放进 这种就是软塑料里面 这样的话这个PVC就不会产生残留了 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长期储存的方式 第五种收纳工具呢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种塑料桶 给大家一个特写 看一看这个塑料桶是长什么样的 你通过这个特写可能就能看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它币和币之间是直接接触的 那么有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呢 就是当你在移动的时候 都会造成一些磕碰呀摩擦呀 币与币之间的这些损伤 所以对于这种塑料桶呢 其实是对于通货 就是比如说那些不太在意品项的东西 通货的话 你是可以用这种收纳方式进行收纳的 这种收纳方式呢 有一个好处是说节省空间嘛 这么一大堆才放了这么点的一个桶里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免去查验这个数量的这个麻烦 因为固定的桶能够装进的钱币的数量是固定的 那么你拿起这个桶一看 你就知道啊这个桶里有多少个币 你在和别人做交易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方便的 所以呢 这种塑料桶只适用于那些不在乎品项的通货 如果你在乎稍微有一点品项附加值的那些钱币 都不适宜用这种方式进行进行 无论是携带也好呀 还是存储也好 因为它势必会造成一些物理上的伤害 这就会对钱币的品项造成伤害了 第六种钱币收纳方式呢 就是把你的钱币送去平集 它有一个最显著的好处 其实就是放进平集盒的钱币就不怕摔了 这些物理上的伤害就能最大程度的去避免 因为平集盒的这种优点呢 很多在国内的网上我看到有很多这种仿造平集盒的这种收纳工具 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外表和平集盒长得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你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把币放进去 这样子的 是这样的一种收纳工具吧 这种收纳方式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毕竟平集盒嘛 就是已经被验证了这么多年 觉得是也是一个比较好 比较安全的收纳方式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 你必放进去 想要拿出来看 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对于那些喜欢上手把玩钱币的人来说 可能就会有一些遗憾 再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整体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这么大的一个塑料盒子 你放到哪里 也是比较占空间的 所以说这就是个人的喜好问题了 那么可能就会有人提问了 有没有一种钱币收纳方式 是既可以安全的存储钱币 同时呢 我又可以随时把钱币拿出来 把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有了 如果关注猫眼的各个平台 比较久的朋友 可能知道猫眼非常非常喜欢 用一种像这种 就是带有绒布底的 这样的一种托盘 或者是这种 同样的带有绒布底的 这样的一个收纳盒 来进行裸币的收纳 这些收纳盒也好 还是这些收纳托盘也好的 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 意大利的钱币收纳品牌 叫做Avafil 猫眼个人是非常非常推崇 也非常推荐它们的产品的 为什么猫眼这么喜欢它们的产品呢 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就是非常的浅薄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猫眼觉得它们的收纳工具好看 与其他的钱币收纳工具相比呢 它们的收纳工具有更多颜色上的选择 比如说这种绿色 这种红色 还有这种有点金金金银银的这种颜色 然后呢 不仅如此呢 它们在收纳盒的这个表皮上 也做了很多的文章 比如说这是一个 仿鳄鱼纹的这样的纹路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一个仿衰裂纹的这样的一个纹路 而这个是一种特殊的这种包装纸的这样的一种材质 怎么讲呢 作为一个女生 还是希望自己的收藏的钱币能够飘飘亮亮的放在一个飘飘亮亮的盒子里进行收纳 这也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吧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们选用的材质都非常的考究 大规模的大批量的购买 ABAFU的收纳钱币收纳工具之前呢 其实猫眼有试过市面上很多很多其他品牌也好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种钱币收纳工具 很多都已经被猫眼扔掉了 因为不太适合 也不太适用嘛 然后也用不到 然后呢 有一个盒子 就但是翻出来一个旧盒子 这个旧盒子猫眼已经没有再使用了 因为比较沉 然后呢 就一直没有把它扔掉 这是一个木质的这个钱币收纳盒 可能很多钱币店都有卖类似的这样的产品 然后呢 它里面是也是这种一个一个裸臂收纳托盘的这种形式 这种裸臂的收纳托盘呢 当你看的时候 其实它的表面上也是有一层这种绒布的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上手的话 你在摸它的绒布和它的绒布的这个质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不仅如此 像ABAFU的它的这个托盘 你给它翻过来 它的背面是有一层 有点软软的这种的 就是进行缓冲的这样的一个电层吧 然后呢 像它的这个托盘的话 它背面只是木头上面贴的一层绒而已 没有任何的这种缓冲的作用 所以当你这个材质进行对比之后 你会发现ABAFU其实看起来它的东西很简单 但它选用的材质其实是很好的材质 第三点原因呢就是ABAFU这个品牌的产品呢 其实是经历了时间和各个拍卖公司也好啊 还有各个藏家也好啊 他们的使用考验的 是这样子的 可能ABAFU这个品牌的时间并不长 大概从1964年到现在只有50年左右的这个历史 但是呢ABAFU家族其实在此之前呢 就一直经营和钱币相关的生意 一直在做钱币收纳的一些定制服务 只是说他们从1964年才开始 把自己的这个钱币收纳工具品牌化 这么长的时间里 还有这么多欧美比较大的拍卖公司也好 大的藏家也好啊 都是有让ABAFU去给他们去定制这个收纳工具 经历了这么多钱币的考验 他们所选用的东西的材质也好啊 还有设计的这个收纳的结构也好啊 都是比较合理的 也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比较让人放心 觉得放心 觉得安全的 我相信既然那么多有名的藏家 都会选用他们的收纳工具 那么他们的产品是一定不会差的 综上所述吧 我觉得ABAFU对于裸臂收纳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选择 当然了 可能也有更好的收纳方式 只是猫也没有接触到 也希望你能够给我进行推荐 那么说到这里了 网友基本就总结了全部的裸臂的收纳方式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评级币是如何收纳的 可能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啊什么 评级盒 它不钱币不已经放在了一层塑料里面 那么为什么我还要去关注 钱币评级盒的收纳呢 钱币评级盒 它是塑料做的 大家都知道塑料嘛 那你摩擦一下 然后它就会刮花刮花了之后 就看不清钱币里面的钱币了 这会非常影响你的收藏体验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 钱币评级盒的收纳呢 钱币评级盒的收纳要注意两点 和裸币其实很相似 第一点就是它怕摔嘛 毕竟是一层脆塑料 第二点它就是怕互相的摩擦 第一种钱币评级盒的收纳方式 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去采用钱币评级公司 所提供的这个专门的这个收纳盒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PCGS提供的 这个他们的专门的钱币评级盒的收纳盒 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里面会根据他们PCGS 这个评级盒的尺寸 所刻画出来的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卡槽 你这样把钱币放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卡在这个卡槽里 避免两个评级盒之间相互碰撞 产生摩擦 那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收纳方式 一般这种评级公司提供的 这种专门的收纳盒呢 它都是标准的尺寸 里面可以放20枚平级盒 给大家再看一下NGC的里面 也是一样的结构 这样有一个卡槽可以固定 然后把B放在里面 20个卡槽这样的一个格式 第二种平级盒的收纳方式呢 就是纸盒收纳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平级盒的收纳方式 给大家看一下 纸盒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尺寸 你既可以把NGC的这种平级盒放进去 也可以把PCGS的这个平级盒放进去 你还可以放一些这种 猫眼提过的这种壁夹的东西 各种尺寸的东西 你基本都可以放得进去 都可以放在一起 然后呢 整个的纸盒也是比较轻便的 非常方便携带 这种纸盒呢 有两种尺寸是比较常见的 一种就是这种一排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种 可以放两排来收纳前壁的这样的 这种收纳方式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办法避免 平级盒与平级盒之间的摩擦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节省空间 它可以以最小的这个占地面积 收纳最多的钱币 其实是对于 币比较多的层家来说 是比较好的选择 第三种平级盒的收纳方式呢 就是针对单美的这种 你可以看到市面上有卖这种 像衣服一样的这个 对于平级盒的这样的一个套子 然后呢 它在所有有信息的地方 都做了透明的处理 让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信息 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 对于平级盒的保护方式 第四种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公益盒子收纳 公益盒子收纳 其实是分为两种的 第一种呢 就是把币可以直接 竖插进去的这种方式 第二种呢 就是可以把币平放的这种方式 给大家具体来举个例子 第一种竖插的方式呢 竖插的这种收纳方式 其实是模仿这个平级公司出的这种 收纳盒来做的 他们会在这个收纳盒里面做出一个一个的卡槽 但这个卡槽是通用的 无论你是PCGS的币 还是NJC的币 虽然尺寸不一样 但是能保证都能插进去 这样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 这种的工益盒呢 其实是有各种样子 各种规格 然后呢 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节省空间 毕竟无论是哪个平级公司的币 你都能放进去嘛 就节省了收纳的空间 然后像猫眼的这个呢 它其实是一个铝盒 然后呢 比较安全 比较方便携带 比较轻便 这个比较 我出门的时候也会去带它 然后我还看到过 国内比较常见的是 木制的这种通用的 平级盒的收纳 好像也是非常受欢迎 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 然后呢 另外呢 第二种呢 猫眼所说的那种平放的 这种钱币的放置方式呢 其实是更趋向于展示的这种功效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币 然后在一个非常漂亮的 这样的一个 很考究的这样的一个盒子里 放着 然后假如说拿给你的朋友去看 也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 也是ABAFU的 他们专门出的 针对于平级盒的 这样的一种收纳盒 不仅有这种小盒 还有针对于两个平级盒 六个平级盒 甚至有 这么大的一个 专门针对于 16个平级盒的这种展示盒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 专门可以放16枚 盒进行展示的 这样的一个超大的 这个平级盒 收纳盒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是说 这里面有两层托盘 每一层托盘呢 其实你也可以单独使用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托盘的话 它是有两排的 一排可以放四个 然后它背面呢 也是一种丝绸的质感的 这种裸臂收纳 所使用的一样的材质 这种减少缓冲的 这种有一点软软的垫层 然后呢 正面的话 放平级盒的这个部分呢 它底下也垫了一层 烤丘的这个绒布 这个绒布会有效的 减少这个平级盒的摩擦 是一种非常漂亮 也是非常体面的展示方式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相信 肯定还有帽也没有 讲到的钱币收纳方式 也肯定有帽也没有 使用到的钱币收纳产品 但是呢 在钱币收纳这件事情上 原理上应该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你有什么 关于钱币收纳的心得和想法呢 也欢迎你和猫眼进行分享 请多给猫眼评论 转发 点赞 打赏 来支持猫眼 来做出更多更好的内容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为什么要注重钱币的收纳呢 如果一枚钱币 没有被妥善的保管 就会产生一些化学伤害 那这些反应是什么呢 那这些会影响到 它反应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这些会让它产生化学反应的条件是什么呢 那那这些能造成化学伤害的 那这些能造成化学伤害的因素是什么呢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